曹丘道用长剑指着向少龙 因为他和袁宗师兄什么关系 他只是简单敷衍几句 曹丘道跟踪他的真实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举子令 他欺瞒说并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才让曹丘道放过了他 赵木和雅夫人正在商量 怎么能招揽向少龙 豪宅美女都打动不了他 雅夫人提议打感情牌 赵木却怕他动了真感情 赵木想打麻将 雅夫人却说身体不便 向少龙正在叫赵盘练功 看赵盘打沙包有气无力 就说可以当成赵德去打 其实他想着练了一早上 师父还不教他其他武功 向少龙告诉他不要惹是生非 这样他娘看到也会高兴 赵盘看他这么关心他娘 本来想说点啥的 可认为他娘声名狼藉 和师父也是没可能 不过赵盘还是很关心他娘的 向少龙正在唱着小曲种着花 刚好公主也来种花 向少龙叫他小兔 还让他叫自己大牛龟 逗得公主哈哈大笑 两人正开心地聊天 雅夫人来约向少龙游湖 为了查探质子夏洛就答应了 他们划着船悠闲自得 划完后坐在岸边聊天 向少龙希望他多关怀赵盘 雅夫人怕赵穆害他 让向少龙赶快离开赵国 可他还没救到质子不会走 反而让雅夫人离开赵穆 为了缓和不开心的气氛 向少龙教他玩划拳 回到乌家宝 他告诉乌宝主 雅夫人并不知道质子所在 正当他们无迹可寻时 他想到距入侯府还没查探过 我们下期见了